欢拉拉,我是抓马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经典恐怖科幻电影《异形》第三部 话说上一集,女主和其他三位幸存者把飞船设置成自动巡航后 进入了深度睡眠 没想到飞船中途改变方向坠毁了 幸好救生舱及时弹出 落在了一个未知星球的海洋里 这座星球是一所大型的监狱 里面关押着人类中最穷凶极恶的犯罪 女主被救了起来 其他人则没那么幸运 在坠毁的过程中都死了 女主的忽然闯入,在监狱里引发了渲染大波 囚犯们似乎有着某种信仰 以黑牧师为首的囚犯表示自己发过禁狱的誓言 担心女主的到来会破坏监狱的和谐氛围 点狱长已经向公司求援 救援队会在一周之后到达 所以这一周之内囚犯们必须忍受女主和他们共持同住了 为了减少女主与囚犯们的接触 女主被控制在了医疗室 由老师这誓言的医生照顾着 女主醒过来后马上询问同伴的状态 在得知他们的死讯后 女主不顾医生的劝阻 指引要去救生舱看看 女主在纽特的救生舱边上 发现了异形血液腐蚀的痕迹 被伤马上变成惊恐 她要求医生带她找到纽特的尸体 打开了她的胸腔检查 所见里面没有被异形破坏过 为了安全期间 他们还是把两具遗体丢进龙茹里活化了 与此同时 一个矫健的小异形从刚刚死去的牛尸体里破胸而出 鬼鬼祟祟的消失在了走廊里 女主并不惧怕这些囚犯 她剃了头 在他们面前自然大方有刃有余 倒是把这些男人们弄得很紧张 另一方面 女主知道医生一直对自己有感觉 因为太计谋 她主动于医生滚起了床单 刚刚结束 外面就传来了坏消息 一个犯人在分散旁工作时出了意外 被绞成了肉泥 这时囚犯们还不知道异形的存在 并没有重视 医生在现场又发现了腐蚀的痕迹 两次见到这样的痕迹 她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另一边 女主找到了飞船的黑匣子 又去垃圾堆翻出主教的残骸 想办法给她冲上电 问出了飞船上发生的情况 原来飞船在返程的途中 遭到了异形的袭击 异形一直跟了过来 飞船同时又一个囚犯被杀死 其他人一致认为 是与死者一同去工作的分子干的 无论分子怎么解释 不相信的人们还是把她捆了起来 女主找到点狱长 向她解释了异形的存在 点狱长根本不相信 并把她软禁在了医疗室 女主只醒来后就一直很虚弱 医生在医疗室里一边打针 一边跟女主说自己的故事 可话都没说完就遭到异形的袭击 女主以为自己死定了 绝望地靠着墙边 没想到异形只是站在旁边 闻了一下就跑着 正好那名囚犯们都集中在食堂开会 女主跑过来警告他们时 异形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点狱长 有人都说 他们也明白 有一只外星怪物在监狱里游荡了 黑牧师把众人召集在一起 商量如何杀掉异形 可是这座监狱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武器 所有的科技产品都已经坏了 连闭路电视都没有 但因为女主有跟异形战斗过的经验 大家一致退举她来了一打 根据异形怕火的特性 女主想了一个计划 用火把异形引到河飞料间里 把大铁门合上后等救援队来杀掉她 说干就干 囚犯们分头行动给墙面上抹油 异形趁着分散的时候 袭击了其中一个囚犯 囚犯手中的火星掉落在地上 引发了爆炸 火星顺着游着线路飞快蔓延 囚犯们伤亡惨重 但异形也被关进了费料间里 大火终于触发了迟针的警报 消防系统只在启动把火扑灭了 分子一直被关在医疗室 轮流患者看守着她 出于对所有人的失望 她决定展开报复 于是她打晕了看守 又杀了在费料间的巡逻 把异形重新放了出来 大家发现时 异形早已没了终意 与此同时 女主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她跑到救生舱去 做了个全身扫描 这一扫出了大事 原来女主身上被异形寄生了 她怀的还是一只皇后 这就是异形不攻击她的原因 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寻找异形 没想到异形碰都不愿意碰她 看到就跑掉了 行灰一冷的女主 想让黑牧师结束她的生命 黑牧师却让她先把命留着 杀了异形再说 她集结起剩下的囚犯 说出了她的想法 把异形引进模具里 倒入滚烫的签 把她烫死 如今只剩下这几个人 无论如何都是死 倒不如把异形也拉上做垫背 他们纷纷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做诱饵 与异形展开一场死亡赛跑 此时所谓的救援队也已经快要赶到 跟以前一样 救援队根本就不是来救人的 他们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 只想把异形控制住带回去研究 随着囚犯们的不断被袭 异形也被引进了模具里 紧急时刻 黑牧师决定牺牲自己与异形缠斗 给女主争取了爬出模具的时间 唯一倖存的囚犯倒下滚烫的千叶 女主拉动了水疤 冷热的交加下 异形暴体而亡 救援队这时才赶到 虽然异形已死 但女主体内还有只女皇 公司甚至派了主教的真人 来博取女主的信任 可女主看穿了这群贪婪的人 自行跳入滚烫的龙奴里 结束了生命 异形3的故事到此结束 在这个故事里 女主不再是那个完美无瑕的存在 而是变回了有需求 也会害怕的普通人类 异形变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试探的是人心的善恶 肮脏的恶人变成了天使 穿着摆大褂的好人 则化身为恶魔 好啦 让我们明天继续来聊聊 异形4的故事吧